进入紫斑碟北飞盛季云林县林内乡紫斑碟季 今天开幕民众热闹银碟 除在国道三高速公路开辟碟道 因紫斑碟而结为碟庆家的茂林国家风景区 也带来大批蜜园职务 为紫斑碟广片蜜园 吸引大批紫碟寻觅而来 偏偏飞舞为云林碟季掀起热潮 林内乡公所欢迎大家到林内踏青赏碟 林内乡长张维珍指出 紫斑碟每年10月会由中北部往南飞到南部山谷过冬 隔年3月春天在成群结队北飞 这种独特的碟群集体牵起景象 在世界生态极为少见 曾月上探索频道等国际媒体 成为享誉全球的生态 张维珍说 林内乡平顶村的丘陵的正好是紫斑碟北反的碟道 每年3到4月中旬成千上万的紫斑碟从高平北反 并在林内相聚集后 在一起飞越浊水溪到了彰化八卦山台地 再分道扬镳 所以只有林内丘陵的能清楚观察到他们过境的棒波气势 以及碟群跨越国道的壮观景象 每每让人叹为观止 今天碟季开幕 紫斑碟起飞点的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带来高市 否则蓝蜜原植物 当成聘礼交接给林内乡长张维珍 象征茂林把维护紫斑碟的生态任务交报给林内 更借此让茂林和林内结为双林蝶亲家 由云林副县长丁燕哲 新政院云家南服务中心执行长许更为共同见证 并共同启动林内子丹剂系列活动 张维珍说 为打造子丹蝶密实好环境 相名其心其力种植属葵花 今年增种蝶豆花及各种蜜原植物 广币绿园推广云林生态旅游 并配合清明五天连甲 将有专业子丹蝶岛蓝解说 剧团表演及抽奖 蔡惠文唱此蝶帽于小龙世纪 欢迎大家到林内探寻赏蝶蜜境 一蓝蝶群过境盛况